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的针内牙呢 持绿性呢 它是要强 包括这个茶产品的矿物质含量可以更多 艾芬比呢 更适宜 其实我昨天来贵州的时候我也发现 它是算是阴天的一个天气 有点小雨 我其实还以为恰巧是在小雨后的这种 有一点点阳光 但不是日照特别强的 它其实它是有它这边适宜于种茶的一个天气 那贵州茶还有一个重要的点 那就是干净 从政府层面还有茶员的负责人 我们都是层层抓管理 目前的这个时间段呢 也是我们听名彩茶最后一波 像明天茶呀 就是这个概念 小凯 我们要不要尝试一下彩茶 这个有什么技巧 彩茶的话呢 其实是很简单的 用手指的这个食指和拇指 然后加住这个一牙一叶 注意一眼的话呢 就是不要去掐 然后叫提踩 哦 这样 一牙一叶 小凯可以啊 您的动作已经非常标准了 还可以啊 在这个茶园中漫步的时候 其实也能闻到一些这种茶的一种倾向 茶也踩完了 然后我们到这边也给小凯呢 准备了一个惊喜 行 张哥刚才跟我们分享这么多事情 就对自己而言有没有一些自己的感触 我从接触中国茶到金城茶 对我来说最大的感触呢 那就是我们是在做一个非常难 但是非常有价值的事 首先呢 我们看到了巩固扶贫均间 很难得呢 小凯能够参与我们这次素养活动 我们呢 也带着茶叶的这个黄金尾珠袋 种下一棵茶树 哎呦 太好了 小凯 有兴趣吗 当然没问题 好嘞 小凯的这个体力还是非常好的 人情真好啊 金城茶茶园的第一棵 由代言人亲手种植的树 非常具有相争意义 真实云叶萃取还原一杯好茶 萃取的话要不就叫脆脆 脆脆好 好听又好记 我们有一个简单的揭发仪式 让我们一起进入这个非常隆重的时刻 3 2 1 好的好的 小凯辛苦 那我们到这边休息一下 贵州金城茶我们是有两个系列 无糖茶和果味系列 那无糖系列有金城绿茶 金城乌龙茶 金城茉莉花茶 果味茶有西游乌龙蜜桃茉 包括我们最近刚刚推出来的这个 柠檬牙齿香 其实我基本上都有尝试过 每一款它都有不同的风味在里面 喝下去这个绿茶 其实跟咱们那个 冲泡茶的那种口感 其实很像 它其实本身的那种茶香的那种韵味 也是在里面的 而且绿茶的那种独特的口感 在这个金城茶里面是还原的非常好 所以真的是响应我们的斯多菌 就是真实萃取 还原预备好茶 我们一起来品尝一下 我们小凯亲自做出来的饮品 小凯调完了之后是要给大家品尝的 其实我有点想试试这个刺梨汁 因为我刚刚看到这个刺梨汁 觉得它的那个挺不一样的感觉 贵州刺梨呢号称维C之王 据说呢身体素质不同的人呢 喝出来的感觉也不一样 这个是刺梨汁加绿茶 我相信这款口味非常棒 而且它结合了我们贵州的特色 张哥喝下来感觉怎么样 小凯调配出来的这个口感呢 非常的佳 我想问一下 你是要纯正的贵州的特产吗 那就必须本土必须纯正 小凯坚定的拿起来 他手中的小米辣 行吗你这个 需要不算了吗 我行 感觉有点太残忍了 我行 我必须行 拯耳根 这个小凯用料非常的足啊 充满了贵州特色的茶饮 清热皆熟的 能喝到一点点辛辣味 张哥给他 单人亮 那我们今天的整个环境 就差不多结束了 那在这里的话 还是要问一下小凯 就这一次的整个素颜之旅 感觉是怎么样 首先感觉是非常好的 因为第一次来到安顺 然后来到这里看到 整个一个茶园 非常的风景优美 在整个茶园里 香气扑鼻的这种茶香味 所以整个的过程 真的是非常顺心 非常舒适 今天最大的收获 其实是来到这里的 听了张总讲的 咱们在大山里 为了给大家还原一杯 原汁原味的贵州茶所做的这么多的努力 还跟张总一块种下了一个茶树 这个收获也是非常难得 金神茶做这么几年的时间了 对你来说 有没有一些自己的感触 怀揣金心 打盗金品 扎根尘土 我们从细节多下功夫 让茶山能够变成金山 这个也是我们金神茶的核心企业文化 从零开始把一个中国茶品牌 做到走向世界 那它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 但是难不能不做 难也要有人去做 张总总结的非常到位 那么到这里的话 我们本场金神茶的整个溯源的环节 就差不多告一段落了 然后在这里也要再次感谢二位 与我们共同相复这场春天的约会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